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央视主持人的老公,真惨,不仅被戴绿帽子,还会离奇死亡 令习近平对企业家的清洗还在尽心中 央视女主持人,高颜值,高学历,基本上是中国女性的精英 但也因为是精英,就被权力觊觎上了 能最后坚守住的,几乎没有 因为你若坚守,做了中南海某人的小三就会把你给踢出去 所以想坚守,也坚守不住 除非离开央视,不仅是央视,省市地方台的女主持人也一样 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在那个名利场 女主持人本身就贪图名利,纷纷投怀送抱给高官 但他们的老公就惨了 每个人脑袋刮顶上都绿油油,不止一顶绿帽子,是一片绿草原 这也就罢了,中南康高官为了长期拥有这些女主持人 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的老公给弄死 像大家所熟知的,央视女主持人刘芳飞老公刘锡勇 在2017年被刑讯逼供而死 估计是刘芳飞被哪个老杂毛给看上了 所以想办法就把她老公给弄死了 这是媒体爆出来的,媒体没爆出来的又有多少呢? 所以取妻需谨慎 比如取了女主持,不止头上绿油油,小命都有可能不保 接下来说一下,海尔·张瑞敏正式退居二线 习近平对中国企业家的大清醒正在进行中 11月5日,海尔创始人张瑞敏辞职董事局主席 正式告别一线管理 2021年5月20日,张一鸣宣布卸任字节跳动CEO 2019年9月,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2020年7月1日,拼多多创始人黄征宣布将卸任拼多多CEO 2020年4月,刘强东卸任了京东主体运营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此前还有40岁便退休 跑去美国享受生活的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 词别美团联合创始人的王惠文等等 马云曾经说过,中国企业家都没有好下场 从古至今,在中国,商人都必须是依附于全力的 但结局基本都很惨 例如,骑货可居的吕布伟,扶植秦国质子一人 进入政治核心,任相国,号称重负 辅助始皇帝,攻发六国,权倾天下 后因劳哀集团,叛乱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 最终引证自尽 号称古代最有钱的同性恋 西汉文帝的男宠邓通,凭借于文帝的特殊关系 筑钱,开矿业,富甲天下 可惜后来,汉景帝继位后,剥夺邓通家产 可怜富过王侯的邓通,最后竟然深入无分文 饿死街头 以及古代豆腐第一人石宠和当朝国旧豆腐 虽然豆腐获胜,但却不知进退 最后被满门朝战 明朝首富沈万三,帮助朱元璋修建南京城 后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惹怒了朱元璋 虽经马皇后劝阻,保住性命 但后来因牵扯蓝玉案而被满门抄斩 红顶商人胡雪岩 我们大家就更知道了 出资帮左宗棠筹备军饷物资 大发战争财,后被抄家 随被左宗棠保住性命 最后在饥寒交货中死去 那从古至今的中国商人结局都很惨的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 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 所谓权力市场化 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 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 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 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 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 也不感受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 因为市场准入 税收 企业年减 每道关卡都可以让商界难过 商界人士都知道 金英豪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中 每个商人说他要在中国干干净净的赚钱 那是不可能的 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原罪 2012年以前 中国商界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 中国政商关系 大部分人满足于从中受益 少部分人知道这样做有点不安全 但认为自己与官员之间已经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羁败 也算有点安全保障 期间中南海也曾溢主 但江湖两朝权贵 基本相安无事 陈良宇案牵手面极为有限 不妨碍99%以上的政商们继续共谋发财 但自习近平反腐开始 官员开始成批入狱 几个所谓他方式腐败的省份的商人 比如进商 穿商 均遭受重创 几十位聚商的家族财富化作烟云 商人们才开始认真思考政商关系 一党专制政治 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 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平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 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 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 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是不被中共这样的集权体制所容许的 现在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但习近平不会改变中国的体制 不会放弃权力对一切资源的垄断 所以只能拿企业家来祭旗把他们抓了或者把他们杀了来贫民分 顺便再把他们的资产没收转给另外上位的家族 这个游戏从习近平上台就已经开始 只是近期愈演愈烈 接下来估计海尔的张瑞敏退居二线 也是和其他企业家一样是被习近平清洗的 如果能保住性命都已经不错了 就怕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接下来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 一根据香港电台和中国大陆证券时报报道 海底捞是在11月5日发公告说 决定在12月31日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 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其中部分门店将暂时修整 择机重开 修整周期最长不超过两年 在香港上市的海底捞 近期业绩极不理想 已从今年高位股价滑落 市值蒸发接近3530亿港元 市值缩水了四分之三 近这300家门这300家店 占了海底捞的20% 我想海底捞关闭这300家修的门店 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人不愿意出去吃饭了 也就是消费位迷了 消费下滑了 二中国天气网发布的预警信息 11月6日上午10点 北京市房山区和通州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6日凌晨 辽宁丹东发布大雾红色预警 江西湖北大雾 武汉黄冈天门等市 浙江三门 贵中同仁 河北苍州董地 都有大雾黄色预警 中心社报道 节日11月5日早上7时 京津季及周边分位平原 长三角 长江中游和东北地区 更有85个城市出现PM2.5污染天气 6个城市出现PM2.5重污染天气 这一波天气污染是从11月2日开始的 河南开封 郊作 南洋等地相继启动了重污染天气 橙色预警 随后中东部地区污染逐步扩散 部分地区更出现重污染天气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